大家好,我是大熊 以色列军队已经将加沙地区从中部切成两端 开始出动退土机和挖掘机 修建各种的土墙堡垒 以色列就是要用堡垒政策压制哈马斯的地道战术 以色列军队前进一步就摧毁一步的房屋 遇到坑道直接挖掘然后爆破天平 然后在关键位置修建堡垒土墙 彻底的控制一个小区 然后照此方法继续再前进一点 以色列这种战术很缓慢 但是也非常无赖 以色列不是在进攻而是在防御 把进攻变成防御 把战斗变成拆迁施工 乙军就是靠火力摧毁前进 然后就是拆房子 修建堡垒土墙 如果哈马斯要袭击乙军 就只能冲出来进攻 这样战斗模式就从乙军进攻 哈马斯防御变成哈马斯进攻 乙军防御 只要哈马斯出来 乙军就能发挥火力优势 虽然哈马斯反坦克小组非常的活跃 摧毁数十辆的乙军坦克装甲车 但是哈马斯还是缺乏成建制的部队 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击 同样缺乏炮兵无法造成乙军更多的伤亡 以及摧毁乙军堡垒土墙 以色列的战术其实就和曾国藩乡军战术是一样的 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非常善于机动战 运动战战斗力飙悍 最大特点就是轨迹百出 极端的勇敢 因此曾国藩就想出一个笨办法 扎硬债、打呆仗 这种战法就是把别人围住 然后不直接攻城 而是自己挖沟 修工是层层推进 进行所谓的堡垒合围 两个人打仗 在那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 主动进攻的是克 主战优势、克战劣势 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克 要善于辩克为主 获得自己为主的优势 而扎硬债、打呆仗 就是要辩克为主 因此乙军这种战术非常无赖 但是也很有效 先修建堡垒土墙 先慢慢的收拾被堡垒土墙围住的一小块区域 利用这种分割包围堡垒包围的战术 这两天乙军就发现多个地道出入口 以及缴获到多门的多格恩火箭炮 攻击了450多个哈马斯地道 观察哨、反坦克导弹发射点 还导致了负责安全事务的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贾迈勒、穆萨阵亡 现阶段 以色列军队损失不小 主要是争夺地面控制权 从硫磺岛、冲绳、上甘岭等战役看 著名的坑道战斗都必须要守住表面阵地 如果表面阵地失守 坑道也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在上甘岭战役当中 我军就与美韩军反复争夺表面阵地 最近以色列 AH-64阿帕及武装直升机 已经开始挂载了轻型温压弹 攻击被发现的哈马斯地道出入口 以炙热的温压弹爆炸 杀伤隐藏在密布地道当中的哈马斯成员 对于以色列不利的是 以色列这种战法非常的消耗时间 在现在的国际舆论下 以色列真正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其次 乙军虽然合围了加沙四万哈马斯武装 但是 还没有进入加沙市区的核心位置 还没有抓住哈马斯的主力部队 说起来 美国确实还是比以色列更加的老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 向内塔尼亚湖面受激疑 在加沙地区不要着急 要打一场低烈度高精度的持久战 美国给了以色列五个战术建议 第一 绝不能再导致大量平民伤亡 尽可能的避免平民伤亡 因为平民伤亡越多 国际压力就会越大 打的时间短 则根本伤不到哈马斯的根本 为此 以色列必须避免平民伤亡 还要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更美好的愿景 其次 以色列要多使用小直径的精确制导弹药 代替重型炸弹 以色列应该加强无人机和侦察兵侦察 针对瞄准哈马斯军事人员开火 建立人道主义通道 一方面运输物资 一方面对撤离加沙的人员进行甄别 再次 以色列军队不要去攻城 打大规模的巷战 就是包围加沙地区 然后仔细甄别发现目标 使用直升机机将特种部队 和武装无人机对哈马斯领导层和指挥层进行定点清楚 赴次 以色列应该加强对哈马斯的通信 电子以及人力侦察定位 最后 以色列要打一场针对哈马斯的持久战 在持久的精确打击作战当中 对哈马斯的军事力量造成持久性的损害 简单说就是 收买人心降低平民伤亡 在一场长期持久战当中 多利用情报进行精确打击 可不要急于求成 胡干蛮干 因为从古至今 打游击都是依靠时间追加游击队的伤亡 想在短期内造成惊人伤亡几乎不可能 不得不说 美国还是比以色列更加毒辣 美国这种战术就是打仗要戳眼 情报加特战加精确打击 长期追踪哈马斯领导层打 这样既有效 也可以降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声音 今天大雄看到一条有趣的分析 中东恐怖组织的作业线条越来越明朗 恐袭挨揍 由肉盾作假卖惨 骗员 顺便再接点额外的大伙 为雇主杀人放火 这已经成为一条恐袭 卖惨 骗员的产业链 难怪中东恐怖集团 能茁壮成长 但不知诸位发现了没有 恐怖组织这一产业链的核心与重点 关键在于卖惨这个环节 能否表演成功 就是说如今加沙哈币集团的软肋是 如果无法卖惨 恐袭片源产业链就会熔断 哈币的产业链一旦熔断了 开始恐袭带来的其他的附加值 也就随之艳消云散了 很显然 战事已展开一个月了 从老拜登和内塔尼亚湖的总布局来看 他们重点也在预防哈币集团 通过卖惨获得支持 从而达到反美反乙并搅乱世界的企图 随着哈币表演卖惨的穿帮剧情越来越多 穆斯林世界在全球掀起的抗议活动 似乎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疯狂壮观 以至于达到能够搅乱世界的目标 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不会成真 哈币雇佣演员拙劣的演技 肉顿群众演员无耻的穿帮剧情 首先打烂了圣母表的脸 撕下道德真菌的面具 再让卖惨成为笑柄 卖惨这个环节的表演失败 标志着哈币整个产业链的熔断 所以哈币头目近日 才不得不接连释放出认输求和的信号 但为时已晚 在评论哥眼里 哈币头目和所有成员已经是埋没的死人 以恐怖组织的经验与哈币惯用的伎俩 只要不断宣传以色列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那么美帝和以色列就会承受舆论压力 而不得不接受哈币的和谈条件 既是好计 可惜开始就把题算错了 哈币卫生部对世界宣告以色列 轰炸加沙医院造成500人丧生 结果第二天就被以色列截获的杰哈德成员 对话打了脸 接着还有巴勒斯坦群众诈尸品 巴勒斯坦青年被以色列枪击尸品 医院的儿童洋娃娃患者 被以色列导弹炸死尸品等等 都将成为中东战争史上的笑柄 至于加沙地带平民被袭击惨状的照片 那就更多了 在这些照片资料中 人们惊奇地发现 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表演的艺术家 他一会儿是自由战士 一会儿又是导游 记者 献血爱心人士 有时是慈祥的爸爸 有的时候 却是被炸的重伤员 可惜演技太差了 很快就被发现穿帮了 这下狗粮不保事小 弄不好会被哈币内部清理 这应该是巴勒斯坦 热股顿无上荣耀的结局 袭击救护车事件 并非哈币的新演技 早有哈币头目假装伤员 曾乘坐红十字会和红星乐会的救护车 试图逃往埃及 而美帝和埃及经过审查很快发现 竟有三分之一是哈币成员而被拒绝入境 又演砸了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在公开宣战后 自行自卫反击战 有地球人和地球媒体监督 怎么敢明目张胆的违反国际战争法 近日看到的视频还有一个铁证 哈币宣传的所有巴勒斯坦人被袭击的惨像 都是由戏剧团化妆人员装表的结果 包括一个满脸鲜泻的网红小女孩 内塔尼亚胡曾明确说 我们的这次行动将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而现在的问题是历史还没有检验 哈币自己已经表演穿帮了 因此想请教圣母表和道德真君 你们内卷区的舌头 还准备为哈币集团表演的卖惨剧配合多久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 这一切都在老拜登 内塔尼亚胡 甚至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预料之中吗 难道只有你们会演戏 别人就不会演 请仔细看老拜登那张典型的笑面胡的脸 他说要坚决剿灭哈币集团 难道是白说的 认手吧 哈币们 你们玩的那仅仅是下酒流的异计 而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玩的是智慧 正儿八经的文明智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